來看到中華翅膀總冠軍賽的消息 下半季的王者中興兄弟在全主場是吞下了二連敗 第三戰是來到了新莊球場 兄弟要在主場力拼的是勝場開湖 對 那教練團在賽前受訪時表示呢 希望減少比賽中有型跟無型的失誤 進而帶動打線的慶功火力 避免落入零勝三敗的絕對逆境 前面兩場 前面兩場也已經過了嘛 那我們就這一場把它打好 下一場把它打好 再來我們就把它打好 下半季王者中興兄弟在台灣大賽連吞兩敗 曹仲坦言進攻火力沒有發揮是落敗關鍵 另外高強度短期比賽中最害怕的失誤 也成為黃山君必須克服的一大挑戰 如果以前兩場的比賽的那種 手臂上 堡壘上都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失誤 那棒球比賽就是你有失誤 就是人家的機會嘛 中興兄弟回別了全員主場 二連敗的陰霾 接下來三場主場賽事 向對要穩扎穩打 把比賽中每個環節做到最完美 第三場賽前練習 兄弟全隊選擇用樂觀的態度 來面對零勝兩敗的壓力 我相信他們的熱情跟他們的鬥志 是不會輸給對方的 而且他們活力又很夠 在球場上面的鬥志都很強 翻開中華時報歷史記錄 如果向對可以在第三場成功開湖 還有將近27%的機率可以拿到總冠軍 反之如果落入零勝三敗的絕對劣勢 歷史上還沒有球隊能上演四連勝打逆轉 背水一戰的強攻兄弟 就看第三戰能不能發揮滴水不漏的手臂功夫 帶動幾槍打線 從Lamigo手中搶回一勝 聯合報系藍宗標 吳嘉祐 魏楚玉 新北市報導